他那天派出这个20架次的军机 各式的这个军机到台湾来 真的是针对有关于台美之间 签署海巡的备忘录而来吗 每一次台湾跟美国升高了一些 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军力也就会对等的升高 其实最主要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就熟悉战场 因为他第一个就是要对于战场要熟悉 第二个要战场经营 第三个呢 他本身也会做转场的演练 所以在练兵 所以在练兵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会看到 他们有这个转场的演练 第二个呢就是项目的演练 你会看到 他有专门针对空战的演练 他也有空对地的演练 他也有空对海的演练 所以他对于各种空战的演练中 对于打台湾的这个空战 他们会越来越熟悉 而且在技术 在各种演练的项目里面 他们的能力就一直在提升 这样的情况在未来 一旦需要用非和平的方法来解决的时候 他们的这些这个战斗员 他们本身的耗损会下降 然后战果会扩大 所以每一次的演练 就提升他们的作战能力